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就会和大家分享梅恩叔的戏剧新品《演艺人生》 梅恩就是年轻时主要做粤语长片 其后粤语长片衰落了 他转到无线电视上,主要是做配音员 梅恩在1929年出生 在2011年4月13日逝世 梅恩年轻时不早就做演艺圈 原来他早年是做非法师 即是李法斯做非法普的 他当时在澳门做的 他在澳门一路做非法师 即是帮人非头发 他的兴趣在课余之后 即是工作 放了工后 他就会去学习 去练习一些曲艺 即是他很喜欢唱曲的 而且他的唱腔 非常相似波叔 即是梁省波 所以很多人都在曲艺界 很多人都叫他做新梁省波 而且更之后 他后来真的拜了梁省波做师傅 入行演戏 他经常在粤剧的电影里 就担任这个丑生的角色 然后在1959年 他就加入了 《麗的影声》的配音组 这个《麗的影声》就是 相当于《麗的电视》的前身 当时就是有线电视来的 《麗的影声》就是 一直到1967年 就无线电视开台了 于是无线电视就招揽了他 加入无线电视的粤语配音组 加入配音组之后 除了配音组 梅欣偶尔也会参加一些电视剧的演出 在1975年 TVB无线电视 就开办了一个配音的训练班 就是电视台开的训练班 配音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 就是由梅欣、谭炳文、盧国雄和丁宇 他们几个就负责做导师 就负责训练一群新的配音员 一路就在TVB 就做到1994年就退休了 梅欣也曾经在铜锣湾 开过一间电器店 做了几年 后来都结了一业 他在电视台退休之后 就移民了去加拿大的屋泰华 一路在加拿大那里住 过着一些退休的生活 一路去到2011年 4月13日 就在加拿大那里病逝 梅欣叔的生平所知就不太多 搜集得到的资料就不太多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梅欣曾经演出过的电影 他演出的电影都相当多 而且在电影里 他多数做一些丑角和鞋角 都相当之逗人开心和喜欢的 而且加上他的面相肥肥的 面珠灯灯的相当之讨好的 首先就是1961年 就是《姜山白无女》 他在里面就饰演《阿珠》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六一年》 《小鸿梁》 他担演的角色就是《罗士拔》 然后就有一套叫做《丹凤屠龙剑》 他就叫做《小熙》 然后就是《天山龙凤剑》的上集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周通》 然后就是《六一年》 《天山龙凤剑》的下集 他的角色就是《周通》 接着就到1960年 1960年就有一套叫做《小盒红蝴蝶》 这套《小盒红蝴蝶》 就有上集和下集的 梅恩的角色就叫做阿斐 然后就是《六一年》 《非天小盒》 梅恩就飾演《小飞盒》的师兄 叫做《零零》 他的名字就是《小飞盒》的歌 然后就有一套《寒光关》 他就做《程孝金》的角色 然后就是《江山白无女》的下集 就是1961年 他就做阿朱 接着就到1962年 六二年 首先有一套《探花枯世狀元妻》 梅恩的角色就是梁斌 然后就有一套《隐形女俠》 然后就到《富贵荣华》第一家 这套《记忆所及》就是尹姐做的 他的角色就是文永祥 《富贵荣华》第一家 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任劍辉和罗艳卿做主角 接着六二年的《黑衣小皇帝》 就是周瓦根 然后就还有一套《黄素江南七霸天》 梅恩就做这个《欧阳德》 接着就另外有一套《真假小盒》《红蝴蝶》 梅恩就做这个《肥师兄》 然后就是《双剑神边盒》 梅恩的角色就是这里没有写 接着六二年就还有一套《大明群英会》 梅恩的角色就是唐力行 然后就是胡凯恩首 梅恩就做梁尚妃 接着六二年最后一套就是《小福星》 梅恩的角色就叫做梁老球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要休息一下 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另外也希望大家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多多支持 帮忙订阅我们的《阿恩与阿林》 好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